太湖名列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水域面积排行第三 湖州的发展跟太湖是密不可分 太湖楼岗是一项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 实践在春秋时期 历代都有扩建跟维修 由于太湖的湖流作用 造成在太湖南岸 形成一条地势比较高的冰湖沉基带 到了五月时期 就在太湖湖滨开挖楼岗 兴建湖体 入宋之后 在太湖南部叠形洼地的平原地形当中 产生横塘纵楼的水利结构 当地人通过横塘跟纵楼 排出平原的洪涝之水 至此奠定太湖南岸地区的发展 一万年树水城楼 两千年秀田城池 那大家 我们现在所在地在湖州的太湖楼岗 然后你可以往这边一看 是不是很 已经在发光了 有没有 是不是小桥流水 这是我们的古桥渠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这叫做上翼桥 然后上翼桥的两边 你可以往这边看 你看这边 它叫做翼岗古春落 这边也有 再往前面我来跟你们说 我在太湖港楼这附近里面 发现有好多奇特的事情 太湖港楼有分 你看我看到有送楼 然后田楼 城楼 翼楼 还有叫做湖楼 还有换楼 攀楼等等的 但你们知道在战国时代里面 楼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想知道对不对 来 看这边 战国时代呢 楼这个字呢 代表水利工程 它总共有36条 看到没 密密麻麻的 是不是很漂亮 其中一条就在这里 而且呢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它获得呢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然后呢 我觉得有句话 我非常爱在这里说一下 舒虎守天下族 就是因为古人的文化 造就我们的千年历史 义高是湖州著名的古村落 千年岁月在此地流淌 一座座粉墙带瓦的建筑引人目光 这里曾经有过很多人家 到了明清时期 更是人文鼎盛 人才辈出 太湖湖水 孕育灵气 滋养一方 造就一代代的湖州才子 闪耀文坛 这些材子也带动文具用品的发展 湖笔挥洒自如 经久耐用 拥有笔影之际 甲天下的美誉 哈喽 我现在在散连的湖笔小镇 这里是湖笔的发源地 那在我的前面呢 你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湖笔文化馆 那作为乐爱用轩笔的我呢 很想知道 轩笔跟湖笔的差别 所以跟我想要了解的小伙伴们 跟我一起进来了解一下 湖笔的故乡在湖州善连镇 这里几乎家家处笔公 户户会致笔 这个轩笔的话呢 就是在宋朝时期的时候呢 由于安徽战乱 笔公们纷纷避难他乡 那到了南宋时啊 我们就是把京城迁到了临安 临安也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的杭州 那杭州呢 离我们善连呢又非常的近 所以善连制笔业就兴起了 那从此呢 我们这个毛笔又走向了一个湖笔时代 那当时呢 来这里的冷文默课也非常多 以至于呢 带动了我们湖笔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所以湖笔是在那个元代的时候 元代是一个鼎盛时期 对 相传昔日秦国大将蒙田 用枯木为管 鹿毛为柱 羊毛为背 发明了毛笔 后来蒙田曾经住在湖州善连 改良毛笔 这造就善连制笔工艺的底蕴 那之所以蒙田被称之为鼎祖呢 也是有原因的 是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他一个托质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纳毛路管 对 那因为蒙田将军呢 其实他是一个山东人 然后当时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是江南采败物资 才遇到了我们补香脸 那当时有一天 就是他是在秦始王的时候啊 就是是一名武将嘛 经常在外作战 当时呢 也是用竹签来进行一个写字 那极为不方便 那有一天呢 他就去狩猎了 那猎到了一只兔子 然后呢 发现兔子尾巴上的毛啊 拖出了一个血迹 那这时他心中就来了一个灵感 就是把兔子尾巴上的毛 取下一段之后呢 插在了那个竹管上 这时候呢 站上墨汁写起字来 非常的不流畅 因为动物毛上的这个毛啊 是有油脂的 然后呢 他就随手一扔 扔在了门前的那个石坑里 那过了几天之后呢 他又捡起了那只毛笔 这时呢 站上墨汁写起字来呢 非常的流畅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隔壁人家正好在造房子 然后把那个石灰水啊 落到了那个石坑里面 对 所以这个动物毛 进行一个 就是那个碱性水的浸泡之后啊 就是把动毛上的油脂啊 全部给脱掉了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脱脂技术 哇 所以我们才被称之为鼻祖 虎笔会被古代的文人默克钟爱 全在于他的内在品质 我们可以用三亿四德来概括 三亿是指精纯美 这是制笔的技术所在 它的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 造就书写效果上 尖其原件的四德 因为我们虎笔制作呢 一共呢 是八个大工序 一百二十八道小工序 那么我们现在在的那个车间呢 就是我们八大工序中的第二大工序 水盆工序 水盆工序 水盆工序呢 就是从原料开始 把半成品的笔头制作完成 它呢是一个比较辛苦的 也是比较关键的一道 笔的质量呢 其实就在这一环节中 已经给它定型了 制笔业有一句行话说道 笔之所贵在于好 毛笔制作的精炼 堪称是千万毛中简易好 为什么我看大家 好像每个上面都有灯 但是为什么不开灯啊 这个灯呢 那一般呢 我们就是用的呢 就是自然的自然的光线 奥像的光线 因为我们制作的笔丙呢 跟其他毛笔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笔丙呢 讲究的有一种风影 风影 风影 我们称它为胡影 我们就是通过外面自然的光线 我们就能透过那些光线 我们就能看到那个 透明的那些风影 胡笔以杨毫为主 产自杭家湖地区的山羊毛 富含蛋白质 质地细嫩 且带风影 不过一只山羊 只能够产出三十克带风影的毛 胡笔的辉煌 离不开善联的庞大笔工群体 胡笔纯粹是由手工制作 在一代代匠人的坚持之下 让传统技艺得以持续地流传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